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李慧仪,这一环节嘉宾有Samuel Samuel,你好 Hello,Kiwi 和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见到内地股市是普遍做好的 沪深300指数收报4985点升64点 深证成份指数收报14941点升114点 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494点升36点 港股方面,恒指收报26283点升104点 各企指数收报9313点升40点 大肆成交1475亿 今早恒指的波幅挺大,超过600点最多 试过跌穿26000,不过很快又升了 最多是升300多点 见到今日的资金又轮动去金融股、内房股 但下午回来市又越缩越窄 最少是升60点 收市都升到100点左右 仍是处于业绩期 市会否偏向波动一点 暂时也是 而且去到方向方面 仍然是没有什么 早段的时候 今天都曾经继续下市 提供10天线的支持 但其实你会见到10天线 近期都是向下移 所以提供到心理支持位 都不是真的那么足够 分时图来看 恒指今天在11点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很早地 见到全日高位 而且你说去到 之后一段时间 都是叫做阴绝落 目前来看的话 势头方面都仍然算是比较偏弱 尤其是你说现在 成交量方面 都是叫做缩减 今天叫做14,000亿左右 所以就 不是真的叫做太多的 一个方向给大家 而且呢 需要叫做留意的 就是近期 如果你说这段时间 还是升不回穿 8月4日那个高位 就是你说说 挨着26,600左右的水平的话 其实恒指都仍然是符合一个 浪低于浪的格局 所以就需要小心一点 就是如果你说 这一轮的时间 假设你说8月4日 真是叫做见了近期的高位 回落 继续回落的话 都有机会 你说去到要回补 之前说的 7月28日 做了一个你说 上升裂口暂时叫做未完成回补 最悲观的情况 有机会回落到25,500左右 不过 这个叫做最坏的case 暂时你说可能都属于 26,000点左右这些水平 挨着做回增持先 10天线 开始在这些位置 向下偏移 而且都叫做 慢慢比较震荡少少 所以点数上 都是挨着 你说可能26,000左右这些关口 做回支持先 但都要留意 就是看收市的时候 站不站得稳 叫做比较稳定 始终你说 都很大机会 你说这段时间 即使 就会叫做跌穿了 譬如你说 今天都曾经 试过同样的情况 同样地 你说可能8月3 8月2 这些过去这几天 都曾经试过 即使跌穿26,000 但之后都叫做弹弯上去 所以就 要看下你说收市 是否站得稳 才是叫做重点 如果你说即使做一些 很短线的部署的话 反而就未必真的叫做 那么有利 譬如好像你说 早段的时候 今天都叫做曾经炒过一些 很弱势的板块 譬如就好像说 你说一些科网 或者你说一些游戏 网易 或你说快手 这些这样之前 真是继续創一个低位的 或者你说上市新低的股份 今天曾经也叫做升得多 今天都曾经早段 少了升4-5% 但是你说去到收市的时候 其实这些股份 都很快要叫做 吐出来 你看到快手 今天早段的时候 升完收市 都要叫做到跌3% 所以小心一点 就是你说如果这一堆的 弱势的股份 如果你说想 薄一薄的反弹去捞底的话 都需要叫做避免 做游太长的时间 始终现在市况方便 都是围着一些政策的风险 来做一些炒作 你说哪一个板块 出现一些负面的消息 或者一些负面的监管新闻的话 很大机会 大家都率先是叫做散了水先 比如就好像你说 飞鹤 6186 上个星期出了一些 你说和奶粉 或者你所说的 母乳有关的消息 出到来之后 曾经试过在低位 有人闹底 但是你说今天 都要叫市分近期的新低 所以就小心一点 如果你说这些弱势股份 如果想薄反弹的话 你说可能真的要做一些 很短线的部署 即使是叫做 设置止站位 碰到就要走的了 未来这段时间 都要叫做看着 外围的市况 会不会出现一些 比较波动的情况 因应上个星期 你说出现了 上个星期你说 美国的飞龙 算是比较强劲一些 超过了90万人 亦都叫做差不多 疫情之前的高位水平 所以上个星期 曾经有些隐忧 就是说 联储局副主席 都突然提到 美联储 其实有条件 是尽早做一些加息 或者缩减买债的行为 如果你说外围的市况 再提出这些消息 引起震荡的话 港股近期算是 偏弱一点的情况 有机会叫跟着 一起跌下来 所以就小心一点 你说那些业绩 重磅那些科网股 暂时就未出 上个星期出完的汇控 阿里巴巴 还未是很大的驚喜 所以市况 其实仍然在等一个方向 如果你说外围 首先跌了一阵 首先跌了一阵 的话 港股都很大机会 被人震了下来 所以就需要 小心一点 留意这几个因素 大家都是留意着 刚才先生不是提到 一些监管的消息 时不时都传出来了 今次又轮到芯片股 计手游股 和这些奶粉股之后 事源官媒又发表了文章 就说 芯片荒困扰了汽车市场 都不是今天的事 但 决心又不代表要炒心 为了揭制 这个价格违法行为 绝对不会手软 希望大家自律 不要控制价格 还有认为 要劝语他们 要快点收手 看到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华虹半导体 和中芯国际都要跌 收市 华虹要跌超过半成 中芯一跌半成左右 但其实之前 都好像有类似的消息传出过 现在 内地很多范畴都要管制 是否需要那么害怕 所以前居可鑑这个板块 都要比一比 如果没有货 暂时如果没有货 都纯粹比一比 始终他们这两天 或者这三个交易日 他们的势头上 算是比较差一点 你会见到那些钱 都算是走得比较多一点 主要大家都仍然在害怕 虽然监管炒汽车芯片 这个消息 就不是这几天才出来 但是 似乎官媒提出来的次数 或者频率 越来越多 同时间也是在害怕 如果内地要出手 做一些监管的情况 主要受虑的是 汽车 芯片的经销商 和最上游 就是晶圆代工厂的 产业方面 是会受到影响的 本身 以中芯这份业绩 给到guidance 去到第三季 其实都仍然比较强 有个按贵 还比 都继续增长 而且他们在 产能的利用率方面 都是超过100% 即是现在他们的产能 在租金 处于一个 存货 或者是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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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理由 才可以有这么强劲的订单 本身就是说中油的企业 看到目前的需求 仍然比较大 希望有些团货行为出现 希望尽早在这两季之内 尽快儲多一些比较多的库存 然后可能在价格高的时间 慢慢消耗着 所以就出现了 可能在上游方面 看到一个比较大的订单增长 同时间可能在中油的企业方面 已经早已存定了一定量的存货 如果你说这段时间 可能如果政府真的要出手的话 那些经销商的存货 有机会要提早消耗 或者释放到市场方面 而且那些上游方面的厂商 那个budget方面 即预算方面 有机会可能跟预期有些出入 如果你说中油的企业 开始在这一季方面 完成他们的需求 不再加订单 或者订单甚至乎要取消的话 你说可能上游那些 他们去到第四季 那些订单 有机会缩得很多下 所以就变了他们 现在这一轮的预期 有机会跟他们 刚刚在业绩里面提到的预期 可能会有些出入 所以变了那些钱 尽快在这些时间 都即使是叫做 即刻散一散水 目前你看到可能 华雄半导体 或者你说中芯 这几天他们的走势 都是比较偏弱一点 华雄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一个 类似十字星的情况 而且你说今日之阴烛 本身都是比较强一点点 同时间你说中芯方面 都是叫做差不多 今天叫做到尾一点 这两支的阴烛都反映了 近期的业绩 就不足以去叫做推动到他们的股价 继续创一些高位 纯粹你可能真的叫做对板一点 和他们在那个平均的毛利率方面 真的叫做有得升 但是你说现在大家的预期 对于第四季打后 可能叫做有点的隐忧的话 就未是很够胆 暂时叫做炒得这么高 所以这一轮的时间 没有货的 我觉得可以叫做观望一下先 看看你说会不会 暂时的芯片股 都算于在高位期 就是你说够着27、28元 这些位置做整股先 如果你说之后都算是 站得稳在十天线左右的水平的话 暂时就未算太差 纯粹做一个高位整股先 但是你说如果之前有货的 假设它即时 你说即刻跌穿了一条十天线的话 就尽快即时走一走货先 就未至于虧得太多 所以在这些位置 没有货的话 可以叫做考虑部署下 暂时观望一下 如果你说搜得找一条十天线 这些位置可以叫做慢慢存货 是的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SAMIL的意见 还有刚才说到监管 都不少得美团粉 事源上星期五 收市之后有报道 就说到内地反垄断监管机构 或者会向美团罚款十亿美元 但是戴和就预料 美团的核心竞争力 不会受到罚款和经营整改的重大影响 其实见到今天美团的股价 都没什么受影响 最多的时候是升8% 收市缩回升3% 为什么今天股价不跌反升 是不是之前的坏消息都出得七七八八 这个情况跟阿里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 阿里曾经是因应 被人做了几十万罚款之后 就开始大家曾经有一些声音 就觉得他们可能摆脱了监管封眼的位置 可能罚款完之后 就可能面临着少少整改 然后就可以当没有事发生 但是大家都见到 你说以阿里的表现来说 做回参考 就不是真的叫做那一回事 反而都仍然叫做有些负面的消息 或者你说负面的 你说一些其他周边的新闻 都会影响着阿里巴巴近期的股价 所以就比较怕 或者你叫做比较忧虑的 就是美团会不会出现这一个情况 再说就是 今次他们的罚款的额度 其实本身都不小 比起阿里之前你说罚几十万来说 算是比较多些 而且你说在现金流方面 阿里那个影响的程度 远远不足于美团 美团本身的现金流 就不是真的算那么多 而且他们今次一罚 就大概罚了十亿美元 就是大概差不多 六十五万人民币的罚款 你留意回公司上年度 就是说2020年 大概只有47亿人民币的顺利 加上2019年 2019年就有22亿 所以其实加上两年左右的盈利 差不多今次这个罚款 就有机会一次过抹走 他们过去这两年的盈利 所以本身他们的现金流 不是真的那么足 而且在上一次的业绩都说明 会继续投资在新业务方面 而且新业务都是处于亏损的情况 所以你说可能何时才回到一个转规为盈的阶段 或者他们的行券何时才会因应行券的前景 比较正面一点 才可以调高他们的估值呢 这一样东西可能都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 所以今天来说你说有得升下的话 其实反而应该尽快走一走货 起码就避免了你说去到七月底 至到整个八月头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整个横行格局 这些不确定性 反而错上错下 都有机会叫做比较大的机会 可能会叫做被人震了出来 所以今天你说又回去 整个八月头的时候 这些横行的水平的话 需要叫小心一点 你会见到这条十天线 都是叫做挨落的 而且你说可能成交量方面 不是真的叫那么足够的话 需要叫小心一点 你会说可能未来一些监管的风险 其实仍然有机会针对着科网股 你见到腾讯 今天旗下的微信的青少年模式 都是叫做被人用一些 未保护到成年人的 未保护到一些未成年人的法规 去做一些控诉出来 所以你说ATM这些股份 近期的风险的 监管风险都是叫做未消散 你说要搏反弹 都只是适宜即时做一些部署 你见到如果你说今天 真的叫做高追了的话 去到下午回来 已经可能变成要蚀钱 所以就需要在这些位置 不要叫过度进取 大家留意一下 没有货帐 不要想着追进去博反弹 谢谢Samuel你这么详细的分析 和你申报一下 刚才提到的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再见